我觉得他跟别的男主持人不一样 王老师 我接下来的话 请你把你排除在男主持人之外 你这岁数我怕你承受不了 真的 说吧 是这样 我其实搭过很多男主持人 我觉得我客观地说 我觉得主持人这个行业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浮躁的 很多人可能会更在意在台面上的这种 机会 位置 然后灯光 但是我跟他搭档之后 我其实很注意看他的那个舞台 以前跟他站在他旁边的时候 包括现在我其实是做嘉宾 坐在对面 他在上面说 我发现他特别认真 特别喜欢说 而且言之有物 这个特难 就是卖傻力气 不是 不是 因为你作为主持人做串联没问题 很多人 包括我觉得基本上能够上舞台的人 都具备这个功能 但是你要自己说话 言之有物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我曾经尝试过 我觉得我很难做到 所以后来我就干脆做一个串联性的主持人 我觉得我擅长这个 或者跟别人访谈 但是他做的很多节目 是需要他不断地发表观点 旁征博影 这个其实是需要功底的 但是呢 我们那次录像他还在跟我说 他说周群 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我说你说什么 他说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在这个主持人当中 或者说我认识的做这个行业的人当中 女性里面非常简单透明的一个人 特别 我觉得他说的我特别温暖 我说你有什么事要求我吗 没有 然后他就说 那你觉得我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只好说是的 后排句话是我说的吗 我演绎的 我演绎的